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旧市陈金飞和刘晓丽当时的先生安绍康试试交 旧市上一代就开始有交往 当时的陈金飞刚满30岁 可身价据说已超30亿 当时是他创业的第五年 已经在海南房地产投资中大赚了一笔 刚回到北京大展拳脚 陈金飞是北京人 1962年出生 本科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 毕业级到邮电部工作 注意 是邮电部 不是一般的邮电局 后来下海经商 望着如此乖巧可爱的刘亦菲 陈金飞惊呆了 他当时专注事业 大概还处于单身状态 于是脱口而出 要是我有这样一个女儿该有多好 听陈金飞这么一说 也没人交 刘亦菲就笑着喊了一句 爸爸 这声 爸爸 打陈金飞的心较亮了 他脑海里立即想到 若是以后该女儿有梦想要实现 并找到自己 那么自己当则无旁贷 时光的门肘儿 搅动着陈金飞底力梦境 他后来的生意越做越大 2000年的时候 美国福布斯杂志发布 中国大陆50名富豪的排名 陈金飞以2.26亿美元的资产名列第十二位 也正是这一年 春风得意马蹄急 一日看尽长安花的陈金飞 飞到纽约看望 干女儿刘亦菲 而此时刘亦菲的妈妈 已经和第一任丈夫安绍康离婚 又嫁给一名华裔律师 刘亦菲出生在一个超美的家族 无论是外婆 小姨 妈妈还是自己 几代同堂个个皆是美人 气质更不是一般的好 看到15岁的 干女儿刘亦菲 已完全出落成婷婷玉丽的小美女了 陈金飞看在眼里 美在心头 于是问了刘亦菲一句 小亦菲呀 你的梦想是什么 此时的刘亦菲几乎是抢答了 干爹 我想成为一名演员 一名全世界都知道名字的演员 她 女儿想做什么 干爹都答应你 第二天 陈金飞就带着当时还叫刘夕梅子的刘亦菲就回国了 尽管妈妈一开始听到刘亦菲的梦想 还有些犹豫 但看到女儿对梦想如此执着 干爹又是诚心想帮 也就来了个 顺水推舟 不得不说 刘亦菲在艺术方面确实有过人的天赋 8岁那年刘亦菲参加了将近2000名 儿童组成的童花杯童装模特比赛 刘亦菲可谓是一路过关斩将 挺进的决赛圈 最终一举拿下了冠军 不过 为了成全女儿的梦想 刘晓丽也是拼了 不仅是全方面负责刘亦菲的后勤工作 而且还当了经纪人 助理和保姆 2002年 年仅15岁的刘亦菲出演了金粉饰家李白秀中一角 搭档陈坤 董洁 徐璐等人 不需要太多的演技 刘亦菲只有本色出演即可以出圈 该剧播出后收视率一路飙升 成为了当年爆款剧 而刘亦菲清纯的形象也被大众熟悉 2004年 刘亦菲参演国内仙侠剧顶峰的《仙剑奇侠传》 电视剧一开播 刘亦菲获得的讨论度持续排名第一 当然了 刘亦菲之所以能够轻松拿到这样的好资源 无疑是干爹陈金飞在幕后操作 几部作品下来 陈金飞硬生生把刘亦菲打造成了当红人气女星 父女俩合作无间 还一起成立了公司 陈金飞算是跨界又挖到了金子 在影视剧里站稳脚跟后 刘亦菲又开始在音乐道路上花下血本 2006年 刘亦菲正式签约日本索尼音乐娱乐公司 接受了声乐 舞蹈训练 很快发行了多张日语专辑 而且还担任了第六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开幕式的精英女神 至此 刘亦菲成为了娱乐圈最为抢手的女明星 无论是影视剧 影坛 各大颁奖典礼皆会有刘亦菲的身影 那时候的刘亦菲 俨然新一代的 宅男女神 趁热打铁 2005年 陈金飞花180万为刘亦菲举办了成人礼 地点在钓鱼台国宾馆 为刘亦菲花这么多钱 连刘晓丽都上前阻止 好了好了 别再为亦菲花钱了 成人礼后 陈金飞又想一招儿 让刘亦菲多方面发展 争取成为多期明星 也是 让她步入歌坛 没曾想 穿衣有些暴露的刘亦菲 并不适合走性感歌手的路线 结果玉女形象大打折扣 而此时的陈金飞 也遇到点麻烦 传言她45岁沦为 接下球 还曾有半年的牢狱之灾 那段时间的陈金飞 烦得不行 于是对刘亦菲事业的助力也少了 以至于那段时间刘亦菲牵手杨寿成 试图打入香港影视圈 后来证明川帮了 仓伟 接上球的陈金飞 是一名女的 因借贷问题出了事 与刘亦菲的干爹陈金飞扒肝子打不着 不过这段时间 由于陈金飞经常要单独带着刘亦菲出席各种活动 关于二人不好的传言多了起来 有些还非常难听 简直是诽谤 再次 刘亦菲的妈妈坐不住了 出来说话了 传言我 我还能忍 但不要说我的女儿 绝对不可以 刘亦菲妈妈的这句话 一下子让粉丝明白了刘亦菲和干爹的关系 就是刘亦菲嘴里亲自说出来的 她是教父 教父用来形容人 一般情况下相当于某个领域的龙头人物 比如探水教父的说法来自电影教父 后来 2015年 刘亦菲因拍第三种爱情 和韩国明星宋承宪谦起了恋爱 几乎与此同时 郭仔拍到陈金飞在街上与小自己近30岁的女友杨彩玉基吻 一时间外界向陈金飞求证感情生活 陈金飞淡定答道 不需要回应这个 这个只是我生活上的事情 2019年有媒体爆出陈金飞和杨彩玉结婚的消息 二人对此保持沉默 而离开了陈金飞加持的刘亦菲 靠着自己的本事奋斗 2019年出演《花木兰》 获得了好评 去年10月 刘晓丽又和陈金飞合开了一家影视公司 刘晓丽占股6成 陈金飞占4成 这次二人合开公司 有消息称 显然还是要力捧刘亦菲 兜兜转转31年 从刘亦菲5岁和陈金飞产生 交集开始 一直到今天 二人的名字始终 捆绑在一起 刘亦菲也出演了一个又一个经典的角色 双方都名利双收 前不久 仙女姐姐刘亦菲现身澳门国际电影电视节 这一次她凭借着孟华录拿下了 金莲花最佳女主角大奖 赚足了媒体和观众的眼球 有一说一 孟华录在最近的国产剧里面质量确实算是不错的了 说起这个金莲花奖的知名度 说高不高说低不低 你要说不出名 她的评比方是至少比那些 金鸡奖和 百花奖靠谱多了 你要说出名的话 又比那些金像奖金马奖之类的逊色了一点 入围金莲花最佳女主的女演员总共有十个 从孙丽到百百合 刘亦菲 再到樱桃 圆泉 热衣扎 童谣 赵露丝 江书尹 蓝莹莹 简单捋一捋就能搞明白 入围这个奖项的门槛相当 灵活宽泛 另外 刘亦菲近期还因为另一件事情还引发了一个争议 那就是她妈妈刘晓丽和她干爹陈金飞之前合伙开了一个公司 可近期又有人发现 两人名下的另外一家公司注销掉了 这就不由得让人怀疑 两边是不是分道扬镳 又一次白白了 不过刘亦菲本人和干爹确实闹了不愉快 在前不久陈金飞的控制遇上来了 甚至提出要刘亦菲搬回到金飞公寓居住 各种PR刘亦菲 不过刘亦菲不乐意 她现阶段和干爹重修就好 主要是想要利用干爹的人脉和势力在内于东山再起 可不是想要被干爹再度拿捏 对于出道极巅峰的刘亦菲来说 如今的处境多少有点令人尴尬 尤其是自从干爹陈金飞 移情别恋之后 终究还是把刘亦菲给 嘿的 35岁的刘亦菲显然把自己混成了一个 显然 似乎已经逐渐被这个圈子给边缘化了 俗话说 天下岂有不散的宴席 很快陈金飞的生活里闯进了一个女人 她便是女星杨彩玉 杨彩玉的出现 无疑是给刘亦菲 致命一击 两人还曾公开当街热吻 感情更是一日胜一日 而杨彩玉有了陈金飞的加持 在娱乐圈的资源瞬间丰富起来 只要有大制作的片子 那么就会有杨彩玉的身影 很显然 陈金飞已经不可能一碗水端平了 久而久之自然全都倒向了枕边人 没有了干爹的支持 刘亦菲犹如断了线的风筝 丝毫没有了灵魂 在内余的资源也是一泄千里 这些年更是鲜有作品问世 按理说 35岁的刘亦菲正值一个明星事业最红火的时刻 有颜值 有精力 也拥有了粉丝量和演技 但刘亦菲却始终没能够再次辉煌起来 干爹的离开 或许再次印证了纳巨 没有资本作为推手 一切皆是空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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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